我们知道目前的世界首富是美国亚马逊地老板贝佐斯,他的财富约1500亿美元,但是,你不知道的是,真正的首富并不是他,或许是一位中国人,因为他的资产遍布全世界,且无人能算得清他到底有多少钱。 没错,他就是华人商界的领袖,李嘉诚。 他族真正的大本营并非香港,内地或英国,而是加拿大,这点从他的两个儿子,米塞杰和李泽聚,都是加拿大国际来看并非空学来风。 李嘉诚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漫入加拿大皇家银行9%的股份,后来更掌控加拿大和四季能源公司超一半的股份。 可以这样说,加拿大近一半的能源被李嘉控制,主要包括加拿大国内的石油和天然气。 除此之外,李嘉诚于上世纪80年代投资200亿美金,在加拿大开发的地产项目,是加拿大当时史上最大的一个项目。 因此,说加拿大是李嘉诚的大本营并不为果,毕竟仅和四季能源公司,这一家就遇上世纪,为他串取了数百亿的利润。 除了加拿大,李嘉诚还是英国和香港的主人,英国和香港人的每一天生活几乎都与李嘉诚息息相关。 李嘉诚在香港是很难把钱花出去的,因为无论在哪消费,最后钱还是回到了自己的口袋。 他在香港产业分布之广,是哪有人能够体积的。 还有人说,香港一半的市民都是李嘉诚的员工,说李嘉诚是香港的主人其实并不为果。 众所周知,李嘉诚还将大量资金带到了英国,媒体趁李嘉诚买下了半个英国,这是为人总听吗? 事实是他真的在英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,英国的基建工程李嘉诚拥有足够多的发言权。 现在,李嘉诚已经部分掌控着英国的电王,天然气,供水,铁路,通讯,而且在每个领域,李嘉诚都占到了相当的分量。 拿通讯来说,英国60%的通讯,掌握在李嘉诚手里。 李嘉诚能够取得如此傲人的商界传奇,与他天才般的商业头脑是分不开的。 比如说对加拿大门员公司的渗透,李嘉诚是以差底价完成的。 比如,在亚洲金融危机中,李嘉诚又是以甩卖价取得了大量的土地、房产,次年变成为香港首富。 今年来看,王健林、许家印、满云等内地后备,一直轮番坐上了首富的位置。 其实,李嘉诚从八十年代开始就一直是亚洲首富的常客,甚至一座就是三十年。 而如今,他真正的实力也是很难说听的。 但很多人都认为他才是真正的世界首富,这也包括西方的一些媒体。 李嘉诚手中的上市公司就有二十二家,总市值超过一万亿。 但是他旗下众多的非上市公司,则无法统计其市值。 大家知道现世界首富被左资的财富几乎是马荣的五倍。 但其实,互联网行业近些年风涨的背后,也有着一定的泡沫。 相对来说,李嘉诚的事业更加牢不可破。 因此,说他是真正的世界首富,还是有一定道理的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别忘了按赞哦。